带着12条巨型牧羊犬游牧是什么体验? 当然,开始游牧之前,给狗子们犒劳一顿大餐是必不可少的。 这顿大餐也许是我见过的牧羊犬最寒酸的一顿早餐了。 它们吃的似乎是羊饲料,相比之前视频里出现的牧羊犬, 它们的标配是每条狗一盆羊肉抓饭,还有在山上的职业牧羊人。 它们的牧羊犬每天不仅可以喝羊奶,还能享用烤肠。 然而,这些牧羊犬的处境却出乎意料。 从它们大口进食的动作来看,它们显然已经期待很久了。 我只是感到困惑,每天进食这样的食物,它们为什么还都如此强壮? 也许正因为等待已久,每条狗都吃得特别饱,特别仔细。 本次走访的对象是一位游牧在山上的牧羊人, 它饲养了150多只羊和17条牧羊犬。 由于山上有狼的危险,每次牧羊时,牧羊犬都必须跟随护卫所有。 为了抵御狼的袭击,牧羊人给每条牧羊犬都配备了防狼项圈。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碰到那种头铁的野狼, 愿意冒着被12条牧羊犬围攻的风险与它们单挑。 作为游牧生活中的牧羊人,饲养这些狗真的有很多好处。 牧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,狼时常侵扰附近的村庄, 捕食一些羊和狗,但很少敢骚扰它们。 因此,周围的村庄的人都知道我们能承担得起这些狼的骚扰, 它们也常常寻求我们的帮助。 狗为我们在陌生的地方建立了友好的人际关系。 再介绍一下博主的牧羊犬,除了三条白色的阿克巴士牧羊犬, 其余的都是我们熟悉的坎高牧羊犬。 狗子们进食完毕后,博主将跟随牧羊人在山上展开为期一天但绝对安全的游牧之旅。 牧羊的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劣。 除了零星的树木,大片的开阔地和耕地几乎无法承受庞大羊群一轮又一轮的啃食。 可能正因环境恶劣,山上的食物资源减少,这里的狼比其他地方的狼更加凶残,因此它们时不时会袭击附近的村庄。 游牧到了一半,牧羊人试图展示牧羊犬的积极性,只不过聪明的牧羊犬们已经看穿了所有,显然不愿意为此浪费过多的体力。 在山地牧羊中,牧民饲养了接近一半的山羊,以缓解食物的压力。 不同于绵羊,山羊体型较大,它们可以吃到更高处的树叶,也不会像绵羊那样对炎热气候敏感。 到了每年夏季,它们也不用为过多的剪羊毛而烦恼。 因为狗群的存在,白天的游牧其实并没有多少看点,而且狼也不会在炎热的白天对羊群发动攻击。 尽管如此,我们还是尽量一剪而过。 那么牧羊人的牧羊犬们与狼群遭遇过吗? 博主询问了牧羊人。 牧民分享了一段今年春季拍摄的画面。 当时,牧民在林地边缘放羊时,忽然看到牧羊犬跑向对面的树林。 拉近镜头后,在树林之外更远的一处空地上,牧民发现了一个至少由七匹狼组成的狼群。 原来是牧羊犬们发现了狼群并朝狼的位置赶去。 狼剑状急忙朝更远处逃去,而牧羊犬们则在不久后出现在狼群出现的位置。 六条牧羊犬表现得非常积极。 他们追踪着狼群的足迹,一路穿过空地,最后消失在树林中。 不过,由于狼提前发现了危险,牧羊犬们并没有追上它们。 视角再次回到这次游牧活动的现场。 下午时分,狗群终于有所发现,开始不停地狂吠。 一些狗在地面上发现了狼的遗留物,随后根据气味确定了方向并展开追踪。 经过确认,狼不久前确实出现在此地,慢半拍的狗群也逐渐消失在山坡之后。 十二只牧羊犬齐心协力,博主决定前去查看。 然而,此时已经临近傍晚,狗群并没有追得太远,而是停留在山坡后的空地上不断嗅探地面的气息。 这可能由于狼在此地逗留已久,地面上的痕迹复杂,牧羊犬们难以准确确定狼的逃走路线。 尽管如此,狗群的咆哮声和庞大规模足以让狼感到恐惧,狼被迫选择撤离。 最终,狗群也从侧面保护了羊群的安全。 夜晚来临,羊群依旧在吃草,牧羊犬的存在让它们无惧黑暗。 事实上,在画面之外,我们还能听到牧羊犬的狂吠声。 它们一直在警戒,博主怀疑狼可能想趁机袭击一些羊,但由于12条牧羊犬一直在行动,狼群始终没有机会。 牧羊犬们一直在不断驱离它们,只是博主在夜里无法用手机拍下画面,但牧羊犬几乎叫了一整夜。 它们游走在羊群的外围,保护羊群的安全。 博主直言,今晚是它在有狼的地区度过的最安全的夜晚,但体验并不愉快。 因为作为外来者,牧羊犬对它一直保持着警惕,它不能单独行动,也无法离开牧民太远,这限制了它的拍摄。 为了应对黑暗中的危险,如狼和熊,博主一行带上了所有的牧羊犬。 关注博主的网友可能会好奇,为什么它们在最危险的夜晚游牧,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在夜里构建防御阵地,抵御狼群的袭击。 实际上,由于最近很多天没有降雨,白天的气温非常高。 为了让羊群更好地斥草,它们被迫选择在夜间行径。 在临时营地附近放牧,驴子可能是最悠闲的,它们不必像在迁徙期间每天负重前行。 为了防止它们乱跑,博主还是把它们拴在了一起。 这只牧羊犬是牧民放牧前刚增加的新成员,一条雌性砍高犬。 买下它的原因是牧民觉得它非常聪明,但看起来它并没有完全融入牧羊生活,一直在偷懒,没有肩负起一条牧羊犬应尽的责任。 这与牧民其他的狗形成了鲜明对比,其他的狗此刻都在画面之外游走在羊群的外围。 不过牧民相信,当这条新狗会逐渐融入狗群中,它的表现会变得更好。 牧民还展示了它的床,内侧有柔软的毛毯,保暖的同时还能抵御寒潮,在下雨时,防水的外侧则可以成为一件衣服。 简单的晚餐还没有结束,牧民突然发现牧羊犬少了一条。 牧羊犬从原来的位置突然离开,不久后,由牧羊犬开始发出预警声, 牧民同博主说道,话音刚落,只见在夜幕中,一条牧羊犬快速朝山坡下跑,狗子看到了狼。 紧接着,其他的牧羊犬开始行动,它们去支援追击狼的牧羊犬。 狼的出现让本次夜间游牧变得不确定。 虽然狗的视野不受限制,但牧羊犬还无法做到驱赶羊群的作用。 这意味着,它们必须控制好羊群,以避免羊掉队,而那些脱离牧羊犬保护的羊很可能被尾随的狼群抓住。 牧羊犬在山坡下叫了很久,它们将靠近的狼赶走后并没有追出太远。 而是和狼隔着一段距离对骂,警告狼群的同时,也宣示了这里的主权。 紧张的气氛,在狼发现行踪暴露撤离后,终于恢复宁静。 无需牧羊人指挥,狗群各自归位,蹲守在羊群外围,目光则紧盯夜幕深处。 尽管有牧羊犬防御羊群外侧,牧羊人也不能躺下休息。 它们需要时刻游走在山上,因为前几天除了买下新狗外,还有一些公羊在打斗,随时都有走远的可能。 随着羊群数量的增加,体型变大,所需的食量也在增多。 就是在博主一行刚停下吃口饭的功夫,羊群已经吃光了地面上的草,它们不得不尽早开启本次探险。 天空做美,晚上的月色很亮,不过这对博主一行没有太多帮助。 相反,月光让狼变得兴奋,无形中增加了博主一行的工作量,他们时刻需要提防有羊吊队。 博主表示,你必须有十分充足的牧羊经验,尤其是在夜里游牧时。 如果没有经验的牧羊人会经历这样的艰辛,他们夜里走了很多路冒着摔倒的风险,竭尽全力控制羊群,不让他们走丢。 尽管如此,羊群依然会跟着它乱跑,没有时间吃草。 所以,你需要放慢速度,让头羊跟在身后,给那些行动缓慢的羊足够时间跟上羊群。 夜间游牧将持续整晚,尽管没有与酷热的天气对抗,但牧羊人歇斯底里的呐喊声却会贯穿整个夜晚。 除了头羊可以引领羊群的方向,它们的呐喊和口哨声最终也会影响整个羊群的动向。 夜间的凉爽气候使得羊群食欲大开,咀嚼的声音在宁静的夜晚格外清晰。 天亮以后,牧民会将羊群赶下山,寻找有水的地方。 如果条件允许,它们还会将羊群带到树林中避开炙热的阳光。 夜间游牧持续了六个小时,在早上五点左右,牧民一行终于准备停下来。 为了羊群的安全,它们找到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地面,供羊群短暂停留。 值得庆幸的是,在羊群拉的最开始,狼群没有再次袭击,因为牧羊群保持了沉默。 然而,在休息之前,博主一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,找到头羊并将其拴起来, 以防止它在牧民短暂停留期间睡着后,带领羊群偷偷离开。 一场紧张刺激的夜间游牧在出羊的笼罩下落下帷幕,但这并没有结束。 博主一行将在白天继续赶着羊群到山下的水源处休整, 晚上再将羊群赶回山上,直到度过这段没有降雨的日子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,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。 我是探长,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 我们下期视频我们اع谱的課 Issovie未能有ogo among赶争群 inspiring。 今天我匹立到悠仑想 вс와ика的猛, 09六斤中军在3月过陷 Five下期时也不喜欢 SomFS水来的課程回谷 handler